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三 撐不過五秒鐘 一個重心不穩 正面朝下 叫我一下 叫我一下 剛剛有整個人 不小心正面摔下去 臉很痛 打到臉就是這種感覺 其實落海也有訣竅 教練建議 側面往下摔 表面積最小 因為從至少一層樓的高度 摔下來還是很痛 要衝上天考驗平衡感 就像學起腳踏車 多摔幾次就會了 如果還是撐不起來 還有最後一周 通常如果你是初學者 或是你飛了好幾次 都飛不起來 沒有關係 教練帶你飛 那麼依照這個 如果雙人的話 他可以遇到兩米左右 我們現在正在有海面 往上慢慢的升級 可以在我下面 我現在大概在一公尺的位置 然後我們在在慢慢的上升當中 或是可以上升多少都是油 可以上升多出來就好 再來的話 就會吃水像糕那些奶油 如果可以的話 先去玩平衡車 對 因為玩平衡車 再來玩這個 其實就很容易就上手這樣 一般的初學者 大概5到10分鐘內 就可以飛起來 水上鋼鐵人 去年才從法國引進台灣 而且並不是每一個海域 都能合法使用 每個人要飛之前 都要經過大約10分鐘 行前教學 水上摩托車 它從下方吸水 然後從後方排水 我們連接到一個特殊的 一體成型的18米的一個 連接水管 接到水上鋼鐵人的鞋子上面 那當水上摩托車發動的時候 它有動力 那這個動力就變成 水上鋼鐵人的一個 反作用力的一個動力來源 最高可以飛到18米 但已經是職業等級 一般人飛到三層樓高 就很厲害 不妨來挑戰 到萬里玩玩水 當然要吃萬里蟹 蟹撈 現做最新鮮 夏天如果想要來一點清爽的 有業者推出了這一道 開胃的泰式酸辣蟹 但是如果想要來一點特別的 還有這一道用油炸的起司萬里蟹 酸中帶甜 香辣有盡 配上鮮甜蟹肉 外殼金黃酥脆 蟹肉依然鮮嫩多汁 還有起司香 其實吃螃蟹不用等到秋天 像現在這個季節的螃蟹 它是比較靠沿海的 肉質會比較紮實 那如果產季的話 它是比較外海的 它的肉質就沒有那麼鮮甜 它的含水量會比較高 萬里龜虎魚港 除了螃蟹 還有當季海鮮 讓玩玩水的遊客來嘗鮮 吃完鹹的還有甜點 一般的泡芙不稀奇 您有看過這種巨無霸大泡芙嗎 幾乎就要跟我的臉一樣大了 外表的尺寸相當的驚人 但是內餡的用料 一點也不馬虎 因為這裡面是卡士達奶油 所以它很綿密 但是不會太過於甜膩 因為它拿出來的時候 都會放在冰箱裡頭 所以它其實裡面的奶油 口感有一點像冰淇淋 去包在餅皮裡面 它這個餅皮 因為它非常的厚 扎實 它很像我們吃酥皮濃湯 上面那個酥皮 它是一層一層的 它不像是一般泡芙 它那個餅皮 它可能放久了 它就會暖子這樣子 這個不會 它就是一直處於 很酥脆的一個口感 沒有錯 就是酥皮濃湯的那個酥皮 直接拿來做成餅皮 高溫烘烤 再注入爆量奶油 一顆泡芙 一百六十公克 想說在萬里 有一個特色的產品 對 然後所以才會研發 萬里刀泡芙 據無霸泡芙四種口味 一天至少要買一千顆 更有遊客一次掃光幾十顆 成為萬里人氣新甜點 倡藝特色美食 刺激水上活動 讓萬里小鎮的夏天 顛覆您的想像 三天新聞 曾建訓專會期 新北市採訪報導